上海电器换股这个上电是一个上市A股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呢 从去年开始市场已经远环传的消化掉 现在来说呢 假如他们能上市这个A股的话呢 对他们的H股方面的股价的帮助 我相信也不算是很大 因为来说这是A股方面的行情都是比较差一点的 所以来说这是A股上市之后 对他们的股价的这个极界的心理上的影响了 我觉得比2007年的其他的公司同步的上市这个A股的情况的话呢 应该是比较低一点的 还有就是上海电器 他们的2008年的业绩的增长性也是比较差一点的 所以投机节要小心一点了 解释消息机会对这个上海电器有一个很短线的一个影响 中长线来说再看他们的业绩 跟这个这个业务的增长性方面呢 我觉得上海电器的这个吸引力还不足够的 所以我认为了就是他的股价应该在调整大概大概是10%到15% 然后做一个整顾 所以2008年下半年来说了上海电器的股价股价这个行情 应该相对其他的H股来说了 相对来说是比较弱一点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